手机每天都会自动拨打电话 一家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 最可怕的是 换了手机依旧无法阻止自动拨号 电话经常会自动打给通讯录里的人 工作人员接过电话 怀疑可能是被黑客入侵 但仔细检查后并没有发现可疑的软件 那么会是手机本身的问题吗 工程师是说 自己检查了他们的手机 确定没有任何问题 男人认为是楼顶装修影响了信号导致的 于是工作人员走访了整栋楼的居民 但所有人都表示 没有发生过自动打电话的情况 为了验证真实性 节目组在他家每个房间都装上了摄像桶 然而通过回放发现 所有手机在出问题的时候 全都在儿子的手里 镜头还记录下他偷偷拿走父亲的手机 之后就开始自动打电话 他赶紧拿给父亲看 各种奇怪的行为 让节目组确定就是儿子在恶作剧 心理专家分析 他这种是故意的行为 而并非心理问题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 男人终于说出了原因 原来家里人都觉得他啥也不是 没有工作也没女朋友 在偶然间他发现了一款远程软件 可以隔空控制另一台手机 于是他选择用这个来报复家里人 最终他向父母坦白是自己做的 夫妻俩也意识到 是平时冷落的儿子原谅了他 我是小五 每天三个奇闻一事等你来看